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和金兰是单亲家庭有关 他小时候父母关系一直不好 父亲也很没有责任心 所以他母亲就和别的男人讨了 所以在金兰的意识里面 自己一定要对妻子好 将心比心才能以心换心 这样才能得到幸福 不走父亲的老路 可是在金兰和李丹的婚姻生活里 却始终脱离不开一个男人 那就是李仁彬 他是李丹从小在一起的朋友 用李丹的话说他就是李丹最好的男闺蜜 金兰从和李丹恋爱的时候 就常听到李仁彬的名字 当时李丹还嘲笑金兰 咋的啦 你吃醋了呀 炮跟人跑了吗 样子非常挑逗 让金兰忍无可忍 每次这样都必须把李丹 折腾到求饶才能停下 而过后 金兰也正色 对李丹说他确实不喜欢 他和男闺蜜走得太近 自己也确实会吃醋 希望李丹能够理解 对此 李丹只是嘻嘻哈哈地表示 我认识他这么多年了 如果真的有什么早在一起了 你安心啦 金兰对此 既要投又无奈 李丹和李仁彬 从上学起就认识 因为住同一个小区 几乎每天俩人都吸引不离 又因为俩人都姓李 不少人还以为他俩是兄妹 这更加拉近了俩人的距离 算是青梅竹马 不少知道的人 以为他俩肯定会成为一对 可是结果是 俩人并没有成为恋人 而是成为了非常要好的朋友 李丹并比李丹先找对象结的婚 他的妻子董宇佳 有海外留学身份 同样是在工作中认识的女性 无论是长相还是收入 各方面都很般配 当时婚礼李丹还去参加 但是内心有种莫名的失落 总觉得厂商的那个女人 好像抢走了自己的东西一样 虽然面上总是笑容不断 可是对董宇佳十分不喜 李丹也自问过自己是不是喜欢李元斌呢 可是刚有这个想法 他就立马否认 坚定认为自己就是对他有一种哥哥的情怀 而之后李丹认识以及和金南结婚 他内心才稍微缓和一些 然而常年的习惯 让他有任何事情 都首先去找李元斌商量和倾诉 而李元斌更是来者不拒 把李丹的事情完全当成了自己的事情对待 这不仅让金南醋意横生 也让董宇佳非常不高兴 然而李丹却不在乎 特别是他的烦恼 如果是和金南生气 他就更想去找温柔 体贴 善解人意的李元斌 可是李元斌却不能不在意妻子的意见 他最终向妻子妥协 决定全家去国外移民 永远站在婚姻这一边 而董宇佳提前去国外准备 然而就在前不久 李丹再一次和金南因为一些小事而争吵 转身就跑去找李元斌 李元斌本想拒绝的 但是一想到自己马上就要走了 还是想陪一陪李丹 所以就让李丹来自己家 当天俩人都喝了一些酒 特别是李丹 把婚姻中的委屈和难过 都一股脑子说给了李元斌听 而李元斌也暖心地轻抚李丹的头 让他别再难过 就在这时 李丹突然拥吻李元斌 非常用力 似乎是想把这几年的情思都发泄出来 而李元斌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强迫以及温柔 也没有丝毫招架之力 不自觉地也给予了反应 上下起手 让感情瞬间决堤 以至于暧昧非常起来 等俩人清醒过来 已经是第二天早上 李元斌非常惊慌 可是李丹却很冷静 表示这是他俩的秘密 都不会说出来的 李元斌只有傻傻地点头 然而李丹出来之后 才发现丈夫给自己打了一宿电话 才回了家 而李丹一进家门 就被金兰怒吼道 你这一宿到底去哪了 你知不知道 我给你打了一宿电话 这让李丹也生气气来 现在知道着急了 我去哪是我的自由 你管得着吗 金兰看到 他面色潮红 也不知道如何猜测立马问 你是不是一直和李元斌在一起 李丹好似被戳破了小秘密一般 又或许是想到了昨天晚上的事 但是面上又不愿意认输 反驳道 我就是和他在一起 怎么了 你不知道爱惜我 我就找个知道爱惜我 心疼我的人不行吗 李丹说这话 很大一部分都是气话 可这话正是突破了金兰的底线 做梦也没想到 自己爱了多年的妻子 竟然做出了以前和母亲同样的事情 瞬间心如死灰 直接提了离婚 而李丹也不示弱 简单对比了一下金兰和李元斌 直接回复 离就离 谁怕谁 没几天 两人就真的离婚了 而离婚后 李丹感觉内心突然空了起来 立马给李元斌打电话 可是李元斌当时正要登机 表示自己要去国外移民 以后可能很难见面了 给了李丹几句祝福之后 就匆匆挂断了电话 这时候 李丹才想起来 那天李元斌说过他 好像要出国的事情 可是当时没太在意 却万万没行到是出国移民 而此刻李丹才发觉后悔 自己和丈夫的矛盾 根本就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而离婚也只是冲动 自己其实还爱着丈夫 赶忙给丈夫打电话 对方却只回复几个字 你别让我发笑了 我早受够你了之后 听都不听 就挂断了电话 李丹再打 却发现金男已经将他拉黑 成年人世界中 能被称为亲密的男女关系 不是情人就是备胎 根本就不会有男闺蜜 这一说 就像很多人形容的那样 朋友以上 恋人未满的 总喜欢套上一个男闺蜜的帽子 通过这种形容词 就能糊弄旁人 也能糊弄自己 光明正大的 在老公和妻子的眼皮子底下 和伴侣以外的人 暧昧不断 而李丹就是以为自己的魅力 足够吸引两个人 可最终没想到鸡飞蛋打 作为一个已婚的女性 最重要的身份就是妻子 然后是女儿 闺蜜和朋友 这些关系要排在很后面 可不少女人却不明白这个道理 甚至把男闺蜜 男性朋友的身份 压在了丈夫以上 我曾经就听过一位女性朋友说 我认为我朋友比男朋友重要 一句话就令我汗颜 甚至主动远离 当一个女人连自己的身份 都搞不明白的话 那就说明她 毫无责任 以及内心放纵 乃至放荡 而不知道减点的女人 最终自讨苦吃 不是偶然 而是必然 同样 李元斌虽然爱着妻子 可内心依然毫无自控能力 虽然悬崖勒马 可未来她和妻子的感情 到底何去何从也不好说 毕竟猫偷过一次性 她就会想第二次 爱一个人 就请全力去爱 毕竟丈夫才是你白头偕老的伴侣 而婚后有些关系 能放弃就放弃 千万不要和类似男闺蜜的朋友 纠缠不清 想不清楚就换位思考 不顾及伴侣 而任性妄为 没有好结局 正如张宏所说 婚姻不是一加一等于二 而是0.5加0.5等于一 即男女个削去一半的任性 以及脾气 才能组成一个幸福的家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